寒冬送暖 在成都的大爱感恩环保科技园区 一早就有许多人 忙着为东宁发放准备前期的毛毯生产 不大爱 为东宁发放准备了两万多条毛毯 然后也是我亲身经历 第一次经历生产的过程 希望这次领到毛毯的乡亲 能过个好年 从11月开始迎来第一次毛毯原料 两万条从卸货 搬运 整理 裁剪到随边 加班赶工 工作还能行善 员工有使命感 付出一些 然后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这些我都送到乡亲们的手中 让乡亲们过一个开心的年 不忍乡亲受苦 512大地震受灾的人 同理心加入志工行列 我们在512地震的时候 有接触过这样的毛毯 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度过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冬天 在这次冬令发放的时候 我也来择这个毛毯 希望把大家的 自己的爱和大家的爱 带给乡亲们 希望他们度过一个温暖的寒冬 每件毛毯都有爱的付出 迎接新年 希望温暖 贫困乡亲的身心 带来新闻张永 叶平 四川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